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毛线鞋 舒适暖和 还可以消灭一些碎线头 这鞋的大小呢 是37 38码的脚都可以穿 一共起44针 分三个部分 鞋后跟 鞋帮和鞋尖 这图解画的简单了点 希望你们能看懂 有问题给我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的 就这样先打一个结 但是我们需要一留一段线 就到后面用 线是中粗毛线 是织完别的东西剩的线 针我用的是8号针 我们就用这种最简单的起针方法 起44针 织的时候呢 就这样推一下 让它松动一下 这样你织起来就比较好织 这鞋根部分呢 我们就织搓板针 就是正反面都织下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最后一针一定是下针 下针结束 转过来以后呢 第一针不织 然后接着往下织 这样织出来的边呢 就特别整齐 后边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了 不用再去额外的去织一个边 这一头一尾呢 我们一直就保持着这个规律去织 鞋根这部分呢 一共织40毫 现在这部分就织好了 你就放上数这个轮 数20个轮 它就是40毫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边 是不是特别整齐 然后这一部分织完了 我们下面就织这个中间这部分 中间这部分是两边织两排麻花 是四针一个的麻花 是织两个织两排 然后中间是双螺纹 两针上 两针下 一共织30毫 这回呢 这第一针挑下来呢 那就跟前面有点不一样 挑下来以后呢 我们是从里边这么把线绕起来 这样呢 边上就形成一个小辫 最后缝的时候就方便 现在我们就分配这个针数 四个下针 两个上针 然后再四个下针 这四个下针 然后接着就是两针上 两针下 到后边也是 留出一针来 四针下针 两针上针 四针下针 这样我们就把第二部分的第一行 针数就给分配好了 这针数我算过哈 就是正好 你要是如果只小一点 或者是在只想只大一点的话 那你就得加四针或者减四针 要不然的话 在这个两针上 两针下的双螺纹处呢 它就多出两针来 织四行以后呢 我们开始拧第一个麻花 四针的麻花 四针的麻花 还是比较好支的 如果是六针 或者是八针的麻花呢 就稍微费点劲儿 可能就需要另外一根针来帮助一下 然后中间部分呢 就接着织这个刹下针就行了 然后织到这边呢 也是拧麻花 这个是后边的最后一个麻花 织六环后呢 我们就可以拧第二个麻花 二 四 六 然后我们就开始拧第二个麻花 两颗花 二 四 四 七 一 八 四 四 四 六 六 六行呢 拧一个麻花 一共织30行 你数的时候 数这小辫 往上数24680 够30行就行了 这两部分就织好了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了剪针的部分 这一行我们需要剪掉八针 这里有八足两针上针 然后把每两个上针呢 并成一个上针 这样呢 就剪掉了八针 这时候正好要赶上这个 该拧麻花的时候了 所以先拧这个麻花 然后这两针上呢 就把它变成一针 然后又是一个麻花 接着就是下面这个双螺纹 把它变成两针下针一针上针 这个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麻花 这个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麻花 这需要织六行 织够六行以后呢 我们需要在两边的这个麻花处呢 各剪四针 把四针的麻花呢 并成两针 因为每边都是两个麻花 所以呢这一剪呢 就是四针 两边各剪四针 那这一行呢又剪掉八针 剪针的时候呢 先拧麻花 然后枝的时候呢 就是两针并一针 这样呢就 一个麻花呢就剪掉了两针 同样下一个麻花呢也是这样 先拧好麻花 然后呢就四针并两针 中间的两针下针 一针上针不变 这个是最后一个四针麻花 把它剪成两针 一样也是先拧后剪 这里我们需要织两行 所以翻过来呢 再制一行不加不剪 然后接着这一行呢 我们需要剪九针 那剪九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两针下针呢 都给它并成一针下针 从这一行开始呢 就全部变成一针上一针下 单螺纹 一共织两行 织完两行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再剪一次针 这一行呢就是剪八针 就是把它都给并成下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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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上面就剩十一针 最后上面就剩十一针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收口了 把线头稍微留长一点 一会儿我们用来缝合斜面 然后把这个所有针 挪到这根线上来 正面朝里 然后我们把它给弄紧了 把这两边的小辫对小辫 给它缝合在一起 第一针呢 把它拽紧以后呢 我们再往上 拉出来一个小辫 这样它就锁死了 然后就紧接着 就是两边的小辫对小辫 一个挨一个的 就给它就这样 边织边缝起来 一直缝到这个搓板针这儿 就可以了 缝合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用勾针缝 或者是缝毛线的那个针来缝 你平时用什么方法顺手 就用什么方法 不一定用我这个方法 但是最后缝完了以后 它是两边对称的 缝到这个搓板针这个地方呢 两边的搓板针呢 应该是衔接的刚刚好 是在一条线上 如果你上下错开了 那就看着不好看了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缝好后把线角断 顺手就把这个线条给藏好了 现在来缝鞋的后跟 这个线是我们刚起头的时候预留出来的一段线 用同样的方法 对折以后就一针对一针的这样 一边织一边就给它缝合起来了 这线头还是留少了 虽然也够了 但稍微有点紧张 你们织的时候稍微留多一点 大约45厘米左右吧 最后锁住针 然后藏好线头 叫大功告成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